巧克力水龙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我们今天来到了辽宁省沈阳市 大哥应该是我们老客户了 咱们用几年巧克力来大哥 五年了吧 五年老客户了 就是我们那个之前 没用巧克力之前的话 是一般是用大化肥 就是普通的复合肥 您用了以后感觉我们巧克力 跟那个大化肥啊 包括大量元素这些 有什么好的一些区别吗 现在来说就是说果吧 果的亮度那些串的 都相对来说皮那原先大 对大一些哈 对原先的效果看着 是不那么明显 现在看着特明显 玩分量啥的 都皮以前好 分量的果好 然后那个 甜度啥的都皮那强 甜度口感也好 因为我们很大一部分 都是采摘的是吧 对一般都采摘 对一般都是我固定客户 差不多是吧 然后那个之前的时候 我们那个开叶片 也那个啥 叶片相对来也小 以前那个叶片都锁完了 巴掌大要是不大 就不算最好的了 现在这你看是吧 怎么老大了是吧 厚度也厚 也绿一些哈 对看着一点毛病都没有 然后果还大 然后那个 就说那个现在的话 因为根气的话 现在那个我们也不舍不得玩哈 根气应该叶好 那个腾好锅好的话 根气一般科技也发达 也差不多 对对对都都好 而且价钱也没得好是吧 今天来说应该是不错的 你往年 反正我感觉那个咱们卖的价都行 一般价格比他们多卖多少能有 小队来说 批他们多涨个两三块钱没问题 两三块钱 那那可以了 产量在那哈 然后加上那个我们美金的话 多卖那个一两块钱两三块钱 对 那我们收入的话 会更可观一些是吧 对 就是跟那个我们就说 邻居啊 或者说别的那个啥比了没有 是不是每年都比他们多收入一些 嗯 能差不多比他们高点 能高多少大约 四五万块钱 四五万块钱 那就不了了哈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因为我们巧克力啊 在2013年的时候 打破了水溶肥粉机 或者那个水肌的历史 多成颗粒的 那颗粒的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呢是比复合肥来讲的话 呃 一是养分更全面 让大量元素 或者说我们复合肥 只是单领酱 那我们巧克力的话 呃 不但有单领酱 还有中氧元素 呃 还有液态养料啊 一些那个 包括我们西洋那个 那个菊蚌酸啊 包括我们那个牛状素 可以调节酸碱 这都是液态养料 呃 养分更全面 所以说我们展现这么好的效果 包括叶片也大 呃 甜度也高 呃 我们使用方法也比较多样化 你看大化肥 他只能说做底肥来用 呃 那我们这个很简单了 你看我们既可以做底肥用 对 做液怨肥也可以 液怨肥也可以 是吧 包括我们撒湿是吧 对对对 也非常方便 因为颗粒的嘛 呃 包括我们那个摻混别的那个肥料 一块用也可以 包括充湿 因为我们三分钟素容 所以说那个那个也没问题啊 效果非常好 对 而且呢我们巧克力现在 呃 出口到全球 四六个 所以说大哥可以再继续食用 然后我们那个巧克力啊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个 风收 增长的一个喜悦 也非常感谢大哥对我们巧克力的支持啊 为我们巧克力一块点赞 点赞 为巧克力 点赞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巧克力 u ao 然后我们愿意 有ало 一本的 二本的 还有